嗨 亞瑟 好久不見 欸 最近過得好嗎 這就是一般人的打招呼方式 尷尬不失禮貌的微笑 溫柔的觸碰著對方的手 甚怕一個不小心 那我們來看看 賤人又是如何打招呼的 欸 戴衣 欸 火波 來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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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變粗了喔 哪有你粗 這就是賤人的打招呼方式 頭總是微微上癮的自速度 沖閒惡理 JM輸出的空中ASH8分 以及總是不忘機關心對方 今天變什麼 今天變什麼啊 眼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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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二頭 哈囉 我是戴衣 今天找兩位來是想問一下你們 就是自從開始健身變聚了之後 有沒有覺得對你們的生活有什麼比較巨大 比較明顯的改變 那我們先講穿著好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穿著真的是差非常多 在我訓練的前五六年吧 我覺得穿著會差 你的意思是說可能從 牛仔褲 對 然後 變運動服 變運動服 運動服就是本來穿的還蠻多的 再來越穿越少 就是可能練的越好之後 你會覺得 阿我這個 手臂一起來出來 我就是要把他 就像這樣 對就是就像這樣 你怎麼還在這麼長時間 他還在我五個人線 所以你現在已經跳脫了 我現在已經跳脫了五六集還在 因為我現在我覺得 我一直穿運動服會覺得很難 所以如果可以不用穿運動服 我就是盡量不穿運動服 我最近就 會比較穿一些 日式風格的衣服比較多吧 日式風格的衣服 最近就是穿 古著那種 古著啊 比較寬鬆啊 都是穿那種 喔 你有什麼差別就是 健身前跟健身後的穿搭 衣服穿衣服一定只有差 像波威翁講 剛開始練的時候 反而會比較想去找衣服 你知道嗎 可是你會講說 顯狀的衣服 對對對 剛開始一定都會 就是找一些 吊嘎之類的那種 剛開始一定都會 可是後來其實練久了 我就覺得 穿比較舒服 反正就練得 舒服最重要 這個問題 我有 就是有想過 就是你穿 你很距的時候啊 其實你很想穿衣服 你也很怕別人 對 你就只有兩種 一種是很想秀嘛 可是你秀久了 其實大家也只有運氣嘛 你看熱狼王現在都沒穿 掉了 對 對 前來都穿 他都把 他都把 他都穿了像泳裝 我覺得很扯 他很壯的人其實 他衣服是更難穿 很難穿 要定做 對 就是你很難 比如說 時下流行什麼 或者是說 你想要穿什麼 可是你穿起來就是 不像那個樣子 其實不壯反而是好 因為 你很瘦的時候 可能適合穿的衣服 就是 會比較多 某種類型 就像衣架子 但稍微重一點的時候 其實是 什麼衣服都能穿 像我們這種 比較特別重 你不要把我演那個好不好 你是跳起來穿 我是偏壯的 我突然想到 這個問題 就像我去買潛水的防寒衣 對 我穿起來之後 我手臂超緊 但是我腰這邊是浪的 浪 對 那就是這樣講那個 你不是 一般人的身體 一般人的身體 對對對 像我們都會有 需要出席一些活動 那如果是 運動相關的活動 那穿運動服 就還OK 但是我們 朋友你知道 年紀到了 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都要結婚了 總是有些 照樣運動服 婚宴 蛤 你去婚宴 沒有 我跟你講超好笑的 就是我去參加幾個婚宴都穿運動服去 然後後來就被 有一個朋友他結婚的時候 他還特別就是跟我說 你不可以穿運動服 對 他還說你不可以穿運動服 然後我還 因為這樣才特別去住 因為我完全沒有西中那種東西 我想到我那個時候 也有參加過婚禮 就是我表妹她結婚 然後我特別 特別去 我沒有地出租 我去找 我記得我那時候 好像是去ZARA 然後我去找了一件 很有彈性 超有彈性的那個襯衫 那我還是覺得 比例有一點怪 就是會覺得爽 有點太粗 壯的人穿起來好看 要穿得像 巨石強身 不是 就像那種 日本那種黑到大哥那種衣服 馬東石 馬東石 對對對 馬東石 對就是類似那種衣服 就是大隻 然後穿起來很寬 像館長穿也是這樣 有有 館長有這種 館長穿起來有那種Fu 要不要戴尖像度 有 一定要戴尖像度 一定要戴尖像度 你們練壯之後啊 有沒有覺得就是 生活圈交友 就變得小 因為你的生活就是 回家 阿不然就是在健身房 就泡在健身房 認識的都是健身房 都在健身房 都在健身房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會認識這麼少的原因 完全跟健身沒關係 是因為 開健身房 所以我們不會去外面的健身房 喔 然後我們每天就關在自己的 VIP室裡面店 就是你根本不會 遇到不認識的 就是我們 但以前說真的 以前我在藥局上班的時候 也是晚上都去健身房 其實你就是藥局跟健身房 可是健身房的確認識很多 真的啊 像我跟妳也是健身房的 對啊 我跟妳也是健身房 像我們開的健身房都會不一樣 因為你就是 只會在自己的健身房店 而且你 那也是我們幾個一起練這樣 那我們剛剛都是講同性的 那異性呢 你們異性原有 因為健身之後變好 我覺得沒有 沒有 以我來講是沒有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你們也知道就是 特級歪的那一種 特級歪 對我承認我自己是那種 所以 為什麼笑成這樣 我原本就有女朋友 我戀狀之前就是有女朋友 所以應該不太會有什麼差 就感覺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戀狀之後 其實沒什麼差欸 你也沒有差 我覺得沒什麼差 我覺得 易軒會變好 有女生會私訊你 不是因為你變壯 不然 是因為你知名度變高 而且我 我通常在路上 有人回頭看我 或是 我都會聽到 那人好壯 然後騎車或怎樣 然後過去 都是男生 不會是女生 女生不會去特別注意 你是不是覺得說 那個人啊 好噁心 太傷人了吧 我昨天在全假的時候 我排隊結帳 旁邊有人一直看我 我以為我插隊 然後我就馬上往後退 然後跟他說 沒有沒有我結過了 我結過了 然後他就一直往後退 然後就一直看我的手臂 因為我穿 掉它 我穿掉它 那這樣子像飲食啊 飲食跟生活作型 你們會有差很多嗎 我覺得在 還沒有開健身帽之前 差滿多 那個時候我們都在 很用力的飲食控制 對 我說的很用力是指說就是 我們還沒有那麼認識自己 對食物的身體反應 對 所以我們會控制得很用力 不一定很有效 但是是很用力去控制一個食物 對 但到後來慢慢的你習慣 你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你知道你自己亂吃什麼 會胖很快 慢慢調整 到現在會吃得比較舒服一點 對 你自己也知道 你少吃某些東西 你可能就 就會好一點 對 奶就會好一點 對 就是你不要吃那些東西 就會好一點 那其實吃其他的東西 我是覺得 沒有差 就是 沒有那麼的嚴格 那你覺得你有差 你好 我好像是最沒差 我真的沒差 有一點 因為我本來很瘦 但是 我以前真的是 吃很少 但是 我現在雖然還是吃很少 但是 健身之後真的會比較餓 然後我只要不練 就會越變越少 因為就會不想吃 對啊 因為我剛開始在 充肌肉量的時候 我食物也是用灌的 飲食 我也是吃不下 我是用吃嗎 像 其實我現在還是會有這種症狀 就是 有時候可能晚上 雖然 不餓 可是我會 我會算一下我今天蛋白質夠不夠 不夠 我現在還是會吃 可是其實肌肉不會掉很快 是沒錯 可是就是 心理 心理會有這種 就想說不踏實 如果你今天不餓 然後你不吃 然後你在隔天 你可能胃口又會更少 就是你越少吃東西 你的胃口又越發 就跟訓練一樣 對 你慢慢補練 你重量越快 開始偷懶就越來越趕 所以我就盡量 會控制他說 還是要吃掉 因為這樣子我隔天才會 欸我才會想吃東西 像我今天到現在 我都還沒吃東西 對啊 你剛好也沒有刻意 想要斷死 就只是剛好時間 就是要拍片 所以就沒吃了 然後 現在尤其我完全不會餓 沒吃的時候 你開始脫 就不會餓了 開始又不會餓了 然後等到晚上 你一次吃一餐 又吃不了兩餐加起來那麼多 喔 現在會變成有點惡性循環 對 就是會一直惡性循環 說我整天熱量已經是少 會喬過我自己 整天熱量已經是偏少 現在會越來越瘦 所以你流到越來越少 可是就是 就是不可能變壯 簡單來講 不可能再變壯 因為你要變壯一定是 熱量要持續增加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 或是聚聚們 你們變壯之後 對你們生活 有沒有產生什麼 巨大的影響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 我是劍蓋一 才老師 波波 下次見 掰 走吧 不可會 不可會 但我看好 我看好 哇 就在另一家 至少